在年底选战占有重要关键的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选举 5月22号举行投票 由现任市议员及党部主委苏仁和 对上前任市议员和前党部主委张景黄 两雄相争选情激烈 虽然天气失冷加上疫情 还是有1029名党员到场投票 投票率将近六成 曾担任过市党部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 也出席投票 希望新当选的主委能带领民进党 继续在年底金融市长和市议员选举中再创夹击 虽然下着宇室在疫情之下 但还是非常感谢我们许多的党员 踊跃出来投票 作为我们下一次 我们重要的党内的重要的机会的改选 那对此音来讲 我们未来年底的重要选战 我们期待新的主委 也继续来跟我们协导 我们的公子人员的候选人的选举 那我相信在公子跟党子的配合之下 我们一定能够在年底的寻补公平 顺利或者胜选 继续来为基隆市民来服务 那我相信我们新的基隆市长 不过这次改选完之后 这个主委仍然会继续 会带领着基隆市做新的改变 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进行我们开票作业 开票初期 两人票数互有领先 选情相当激烈 最后由现任主委苏仁和 以630票连任成功 张俭皇则获得364票挑战失利 无效票则有35票 顺利连任的苏仁和 除了感谢大家的相挺 也强调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希望年底的市长市议员和里长选举 及2024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 能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再次赢得胜利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